第39回寻阳楼宋江银反师梁山坡带宗传假信 诗曰 闲来成兴入江楼 渺渺烟波接宿秋 呼酒蛮交千古恨 吟诗欲泻百重愁 艳书不遂英雄志 诗角翻成碧岸球 骚动梁山朱一世 一骑云庸闹江州 话说当下李逵把指头捺倒了那女娘 酒店主人拦住说道 四位官人 如何是好 主人心慌 便叫酒保 过麦都向前来救她 就地下把水喷煜 看看苏醒 浮江起来看时 鹅脚上抹脱了一片油皮 因此那女子晕昏倒了 就得醒来 千好万好 她的爹娘听得说是黑旋风 先自惊地呆了半傻 那里敢说一言 看那女子已自说的话了 娘母取个手帕自与她包了头 收拾了差环 宋江见她有不愿惊观的意思 便唤那老妇人问道 你姓甚吗 那里人家 如今代药怎的 那妇人道 不瞒官人说 老身夫妻两口儿 姓宋 原是京师人 只有这个女儿 小字玉莲 因为家酒 他爹自教的他吉曲儿 胡乱叫他来这琵琶亭上卖唱羊头 为他姓吉 不看头事 不管官人说话 只顾便唱 今日这哥哥失手伤了女儿些个 中不成经官动词 连累官人 宋江见她说的本分 又且同性 宋江便道 你这圣人跟我到营里 我与你二十两银子 江西女儿 日后嫁个良人 免在这里卖唱那夫妻两口儿便拜谢道 怎敢指望许多 但得三无俩也十分足以宋江道 我说一句是一句 并不会说谎 你便叫你老儿自跟我去讨与他那夫妻二人拜谢道 深感官人救济 带宗埋怨 李隐道 你这思要便与人合口 又教哥哥坏了许多银子 李隐道 指指头略擦的一擦 他自道了 不曾见这般鸟女子 嫩的娇嫩 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 宋江等众人都笑起来 张顺便叫酒保去说 这些酒钱 我自还他酒保听得道 不妨 不妨 只顾去宋江那里啃 便道 兄弟 我劝二位来吃酒 倒要你还钱 于礼不当张顺苦死要还 说道 难得哥哥会面 仁兄在山东时 小弟哥两个也物自要来投奔哥哥 今日天性得使尊严 全表博弈 非租为礼带宗道 功名兄长 既然是张二哥相敬之心 仁兄屈允宋江道 这等却不好看 既然兄弟还了 改日却另指背负李张顺大喜 就将了两尾李渔和戴宗 李逵带了这个宋老儿 都送宋江离了琵琶亭 来到营里 五个人都进超市房里坐下 宋江先取两定小银二十两 与了宋老儿 那老儿败谢了去 不在话下 天色已晚 张顺送了鱼 宋江取出张恒书 赋与张顺相别去了 戴宗 李逵也自作别赶入城去了 只说宋江把一尾鱼送于管营 留一尾自吃 宋江因见鱼仙 贪爱爽口 多吃了些 至夜四更 肚里脚肠瓜肚架疼 天明时 一连卸了二十来糟 昏晕倒了 睡在房中 宋江为人最好 营里众人都来煮粥烧汤 看去服侍他 此日 张顺因见宋江碍鱼吃 又将的好金色大鲤鱼两尾送来 就谢宋江寄书之意 却见宋江破腹谢倒在床 众囚徒都在房里看事 张顺见了 要请一人调制 宋江道 自汤口腹 吃了些鲜鱼 苦无甚身伤 只坏了肚腹 你只与我熟一贴只些六合汤来吃 便好了 叫张顺把这两尾鱼 一尾送鱼往管营 一尾送鱼照插锅 张顺送了鱼 就熟了一贴六合汤要来 与宋江了 自回去 不在话下 营内自有众人间要服侍 次日却见戴宗李逵 备了酒肉进来超市房 看望宋江 只见宋江抱病 才可吃不得酒肉 两个自在房面前吃 直至日晚 香别去了 亦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自在营中 降息了五七日 觉得身体没事 病症已全 思量要入城中去寻戴宗 又过了一日 不见他一个来 次日早饭罢 晨排前后 踩了些银子 锁上房门 离了营里 信部出街来 竟走入城 去周牙前左边 询问带院长家 有人说道 他又无老小 直指本身 只在城隍庙 见笔观音安理歇 宋江听了 寻访直到那里 已自锁了门出去了 却又来询问 黑旋风李逵时 多人说道 他是个眉头神 又无住处 只在牢里安身 眉地里的巡检 东边歇两日 西边歪几时 正不知他那里是住处 宋江又询问 麦鱼牙子张顺时 亦有人说道 他自在城外村里住 便是麦鱼时 也只在城外江边 只除非讨设前入城来 宋江听罢 又寻出城来 只要问到那里 独自一个闷闷不已 信部再出城外来 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 官知不足 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 仰面看时 旁边竖着一根旺杆 悬挂着一个青布酒配子 上写道 寻阳江正库 标言外一面排额 上有苏东坡大叔 寻阳楼三字 宋江看了 便道 我在运城县时 只听得说 江州好座寻阳楼 原来却在这里 我虽独自一个在此 不可错过 何不且上楼 自己看完一遭 宋江来到楼前看时 只见门边珠宏华表柱上 两面白粉台 各有五个大字 写道 世间无比久 天下有名楼 宋江便上楼来 去靠江站一座格子里坐了 平栏举目看时 观得好座酒楼 但见 雕炎应日 画动飞云 碧栏杆低阶悬窗 翠莲目高悬护友 吹声品笛 尽都是公子王孙 只展晴湖 百列着歌姬舞女 消磨醉眼 以青天万叠云山 勾惹银魂 翻瑞雪一江淹水 白平渡口 石文鱼不明朗 红鸟滩头 美间吊翁积极 楼盼绿槐提烟鸟 门前翠柳细花 宋江看把寻阳楼 贺彩不已 平栏坐下 酒保上楼来 唱了个诺 下了帘子 请问道 官人还是要带客 只是自消遣 宋江道 要带两位客人 未见来 你且先取一尊好酒 国品肉食 只顾卖来 鱼便不要酒保听了 便下楼去 少食 一拖盘把上楼来 一尊蓝桥风月美酒 摆下菜书食 新国品按酒 列几班肥羊 嫩鸡 酿鹅 鲸肉 进食珠红盘叠 宋江看了 心中暗喜 自夸道 这般整齐摇转 既处器皿 观的是好和江州 我虽是犯罪远流到此 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 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古迹 却无此等景致 独自一个 一杯两盏 以蓝畅饮 不觉沉醉 猛然握上心来 思想道 我生在山东 长在运城 学历出身 结识了多少江湖上人 虽留得一个虚名 目金三巡之上 名又不成 宫又不救 到北闻了双甲 配来在这里 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 如何的相见 不觉久涌上来 山然泪下 临风触目 感愤伤怀 忽然做了一首 西江乐词调 便换酒宝 所借笔宴 起身观完 见白粉壁上 多有仙人体勇 宋江寻思道 何不救赎于此 倘若他日身容 再来经过 重赌一番 已记岁月 向今日之苦 承其酒性 磨得莫浓 占得笔宝 去那白粉壁上 辉豪便写道 自幼曾功经史 长成亦有全眸 恰如蒙虎卧荒丘 潜伏爪仁寿 不幸刺文双甲 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 血染寻扬江口 宋江血罢 自看了 大喜大笑 一面又饮了数杯酒 不觉欢喜 自狂荡起来 首武足蹈 又拿起笔来 去那西江乐后 再写下四句诗 道士 心在山东 身在吾 飘鹏江海 慢皆虚 他时若遂凌云至 敢笑皇朝不丈夫 宋江血罢诗 又去后面大叔五字道 运成宋江座 血罢 置笔在桌上 又自割了一回 再饮过数杯酒 不觉沉醉 力不胜酒 便换酒保计算了 取些银子算还 多得都赏了酒保 扶修下楼来 亮亮呛呛 取路回营里来 开了房门 便倒在床上 一觉直睡到五更 酒醒时 全然不记得 昨日在巡洋江楼上提示一节 当日亥酒 自在房里睡卧 不在话下 且说这江州对岸 有个去处 换作吴维军 却是个野去处 城中有个在弦通判 姓黄 双明文秉 这人虽不经书 却是阿语产命之徒 心地贬窄 只要极闲度能 圣如吉者害之 不如吉者弄之 专在乡里害人 闻知这蔡酒之府 是当朝蔡太师儿子 每每来进任他 时常过江来夜访之府 指望他引荐出职 在玉做官 也是宋江命运和当寿府 撞了这个对头 当日这黄文秉 在斯嘉贤坐 无可消遣 带了两个仆人 买了些实心礼物 自家一只快船渡过将来 进去府里探望蔡酒之府 恰恨撞着府里 宫宴 不敢进去 却再回船边来归去 顾欺那只船 仆人已揽在寻阳楼下 黄文秉 因见天气宣热 且去楼上闲满一回 信步入酒库里来 看了一遭 转到酒楼上 平栏消遣 关键壁上 提永甚多 说道 前人诗词 也有做得好的 亦有歪弹乱道的 黄文秉 看了冷笑 正看到宋江提西江乐词 并所淫四句诗 大经道 这个不是反诗 谁写在此 后面却书道 运成宋江做五个大字 黄文秉 在读道 字又曾功经史 长成亦有权谋冷笑道 这人自乎不浅 又读道 恰如蒙虎卧荒丘 前胡爪牙忍受黄文秉道 纳斯也是个 不依本分的人 又读 不幸刺文双甲 纳堪配在江州 黄文秉道 也不是个高尚旗帜的人 看来只是个佩军 又读道 他年若得报冤仇 血染寻扬江口 黄文秉道 这思报仇勿谁 却要在此间报仇 量你是个佩军 做得慎用 又读事道 心在山东身在湖 飘逢江海曼皆须 黄文秉道 这两句物字可恕 又读道 他时若遂凌云志 敢笑黄朝湖丈夫 黄文秉摇着头道 这思无礼 他却要赛过黄朝 不谋反戴怎地 再看了运程宋江作 黄文秉道 我也多曾闻这个名字 那人多管是个小吏 便叫九宝来问道 做这两篇诗词 关的是何人体下在此 九宝道 夜来一个人 独自吃了一瓶酒 最后疏狂 写在这里黄文秉道 约莫什么样人 九宝道 面颊上有两行金印 多管是劳成营那人 生得黑矮肥胖黄文秉道 试了就借笔宴 取符纸来抄了 藏在身边 吩咐九宝 休要刮去了 黄文秉下楼 自去船中歇了一夜 四日饭后 仆人挑了河杖 一静又到府前 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内 使人入去报复 多样时 蔡九知府遣人出来 邀请在后堂 蔡九知府却出来 与黄文秉续把韩文以帝 送了礼物 分宾坐下 黄文秉秉说道 文秉夜来渡江 道府败王 文之功宴 不敢善入 今日重复拜见恩相 蔡九知府道 通判乃是心腹之交 竟入来同坐何妨 下官有师营 亚左右执事人献查 查罢 黄文秉道 相目在上 不敢拜问 不知近日 尊府太师恩相 曾使人来否 知府道 前日才有书来 黄文秉道 不敢动问 京师近日有何新闻 知府道 家尊写来书上吩咐道 近日太史院四天间奏道 夜观天象 刚兴照临 无处分野之地 敢有座号之人 随即体察角处 嘱咐下官 谨守地方 更间接是小儿谣言四句道 好国殷家木 刀兵贬水公 纵横三十六 拨乱在山东 因此特写封家书来 教下官提北黄文秉 寻思了半赏 孝道 恩相 是非偶然演 黄文秉秀中 取出所超之诗 诚语知府道 不想却在于此处 菜酒知府看了道 这个却正是反师 通判那里得来 黄文秉道 小生夜来不敢进步 回至江边 无可消遣 却去寻阳楼上 闭热闲玩 观看前人引勇 只见白粉地上 新提下这篇知府道 却是何等让人写下 黄文秉回道 相公 上面明提着姓名 道士运成宋江 做知府道 这宋江却是什么人 黄文秉道 他分明写 自道不幸刺文双甲 只今配在江州 眼见的只是个配君 劳成赢犯罪的囚徒 知府道 量这个配君 做得甚么 黄文秉道 相公不可小觑了他 恰才相公所言 尊府恩向家叔说 小儿谣言 正应在本人身上 知府道 何以见得 黄文秉道 好国英家墓 好散国家前梁的人 必是家头照的墓字 明明是个宋字 第二句刀兵点水宫 兴起刀兵之人 水边这个宫字 明是个江字 这个人姓宋明江 又做下板师 明是天术 万民有福知府又问道 何为纵横三十六 拨乱在山东 黄文秉答道 或是六六之年 或是六六之术 拨乱在山东 金运城县 正是山东地方 这四句谣言 已都应了知府又道 不知此间有这个人吗 黄文秉回道 小生夜来问那九宝石 说到这人 只是前日写下了去 这个不难 只取劳成盈文策一查 便见有无知府道 同判高见吉明 便换从人叫库子 取过劳成盈里文策部来看 当时从人于库内取至文策 蔡九之府亲自检看 见后面国友 于金五月间 新配道囚徒一名 运城县宋江 黄文秉看了道 正是应谣言的人 非同小可 如是迟缓 成孔走透了消息 可及差人捕获 下在牢里 却在商议知府道 言之吉当 随即升聘 叫唤两员压牢 结集过来 听下戴宗声诺 知府道 您与我带了做工的人 快下牢城营里 捉拿巡洋楼 饮反式的犯人 运城县宋江来 不可时刻为物 戴宗听罢 吃了一惊 心里只叫的苦 随即出府来 点了重结级老子 都叫 各去家里 取了个人气线 来我见地城隍庙里 取其戴宗 分复了众人 各自归家去 戴宗即自作起神行法 先来到牢城营里 进入超市房 推开门看时 宋江正在房里 见识戴宗入来 慌忙迎接 便道 我前日入城来 那里不寻便 因贤弟不在 独自无聊 自去寻扬楼上 饮了一瓶酒 这两日迷迷不好 正在这里嗨酒 戴宗道 哥哥 你前日却写下 渗言语在楼上 宋江道 最后狂言 忘记了 谁人记得 戴宗道 却才知府 唤我当听发落 叫多代从人 拿桌寻扬楼上 提反尸的犯人 运城县宋江正身副官 兄弟吃了一惊 先去稳住 重座宫的 在城隍庙等候 如今我特来先报之哥哥 却是怎的好 如何解救 宋江听罢 老头不知养处 只叫得苦 我今番必是死也 诗曰 一手心诗 血撞怀 谁知肖骨更着灾 戴宗特地传消息 明炳机先早去来 戴宗道 我教仁兄依照解手 为之如何 如今小弟不敢耽搁 回去便或人来捉你 你可披乱了头发 把尿屎泼在地上 就倒在里面 炸作风膜 我和众人来时 你便口里胡言乱语 只做失心风便好 我自去替你回复之府 宋江道 感谢贤弟指教 万望维持则个 戴宗慌忙别了宋江 回到城里 竟来城隍庙 换了众人做工的 一直奔入牢城营里来 竟贺问了 那个是新配来的宋江 抬头引众人到超市房里 只见宋江披散头发 倒在尿屎坑里滚 见了戴宗和做工的人来 便说道 你们是什么鸟人 戴宗甲义大贺一声 捉拿这丝 宋江白着眼 却乱打将来 头里乱到 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 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 来杀你江州人 阎罗大王做先锋 武道将军作合后 与我一颗金印 重八百余金 杀你这般鸟人 重做工的道 原来是个失心疯的汉子 我们拿他去何用 戴宗道 说的是 我们且去回话 要拿石再来 众人跟了戴宗 回到周牙里 菜九之府在厅上专等回报 戴宗和重做工的 在厅下回复知府道 原来这宋江是个失心疯的人 尿使会污全不顾 口里胡言乱语 全无正性 浑身臭愤不可当 因此不敢拿来菜九之府 正待要问缘故时 黄文炳早在屏风背后 转江出来 对知府道 修信这话 本人做的诗词 写的笔记 不是有风筝的人 其中有诈 好歹只不拿来 便走不动 扛也扛将来菜九之府道 通判说的是 便发落戴宗 你们不减怎的 只欲我拿的来 在此专等 戴宗领了君旨 只叫得苦 在江带了众人 下劳城迎来来 对宋江道 仁兄 是不嫌疑 兄长只得去走一遭 便把一个大竹罗 扛了宋江 直抬到江州府里 当厅卸下 知府道 拿过这次来 重做工的 把宋江压于阶下 宋江那里肯贵 睁着眼 见了菜九之府道 你是什么鸟人 敢来问我 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 丈人教我 引十万天兵 来杀你江州人 阎罗大王做先锋 武道将军做和后 有一颗金印 重八百余金 你也快躲了我 不时 教你们都死菜九之府看了 没做理会处 黄文炳又对知府道 且换本营拆锅 并抬头来问 这人来时有风 近日却财风 若是来时风 便是真正后 若是近日财风 必是诈风之谷道 言之即当 便差人换到管营 差步 问他两个时 那里敢隐瞒 只得直说道 这人来时不见有风病 敢只是近日举发此证 知府听了大幕 换过老子玉族 把宋江捆翻 一连打上五十下 打得宋江一活出世 二佛涅槃 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戴宗叹了 只叫得苦 又没做道理就达出 宋江初识 也胡言乱语 伺候吃烤打不过 只得招道 自不合一时酒后 误写反师 也无主意 菜九之府 名取了招撞 将一面二十五斤死球加加了 推放大牢里收尽 宋江吃打得两腿走不动 当听定了 只押赴死球牢里来 却得戴宗一力为耻 吩咐了众小老子 都交好去此人 待 宗子安排饭时 供给宋江 不在话下 诗曰 江上高楼风景浓 偶音灯跳气如红 性狂忽慢提心句 却被拘篮毕暗中 再说菜九之府退厅 邀请黄文炳到后堂 称谢道 若非通判高明远见 下官险些而被这丝 瞒过了黄文炳又道 相公在上 此事也不可遗迟 只好积极修一封书 便差人兄业上经诗 鲍与尊府恩乡之道 显得相公干了这件国家大事 就一发禀道 若要活的便着一辆线车解上经 如不要活的 恐防路途走失 就于本处斩首号令 以除大害 万民称快 便是今上得知 必喜菜九之府道 通判所言有理 见得吉明 下官吉木也要使人回家送礼物去 书上就见通判之功 使家尊面奏天子 早早生受富贵城池 去向荣华 黄文秉拜谢道 小生终身揭脱于门下 自当闲还备安之报 黄文秉就窜夺菜九之府 写了家书 印上图书 黄文秉问道 向公差那个心腹人去 之府道 本周自有个两院结级 换作戴宗 会使神行法 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 只来早便差此人 竟往京师 只消寻日 可以挽回黄文秉道 若得如此之快 最好 最好 菜九之府就后堂至久 管带了黄文秉 次日相辞之府 自回无为君确了 时曰 贪恨奸邪用一身 是非甘苦亲循 至将忠义求灵雨 报应终当活泼心 且说菜九之府安排两个信笼 打电了金珠宝贝丸号之物 上面都贴了封皮 次日早晨 换过代宗到后堂 主妇道 我有这般礼物 一封家书 要送上东京太师府里去 庆贺我父亲 六月十五日生辰 日期将近 只有你能盖取得 你修辞辛苦 可与我星夜去走一遭 讨了回书便转来 我自重重地赏你 你的成途都在我心上 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 专等你回报 且不可沿途耽搁 有无事情 代宗听了 不敢不一 只得领了家书信龙 便拜辞了知府 挑回下处安顿了 却来老李对宋江说道 哥哥放心 知府差我上京师去 只寻日之间便回 就太师府里使些见识 解救哥哥的事 每日饭事 我自吩咐在李逵身上 为着他安排宋来 不叫有缺 人兄且宽心 手赖几日宋江道 望凡贤帝就宋江一命责告 代宗叫过李逵 当面吩咐道 你哥哥误提了反师 在这里吃官司 为之如何 我如今又吃差往东京去 早晚便回 老李哥哥饭时 招募全靠着你看 去他择个李逵应道 引了反师 打什么了解 万千谋反的 道做了大官 你自放心东京去 老李谁敢奈何他 我好便好 不好 我是老大斧头砍他娘 代宗林行 又嘱咐道 兄弟小心 不要贪酒 失误了哥哥饭时 休得出去 床醉了 恶着哥哥 李逵道 哥哥你自放心去 若是这等一计时 兄弟从今日就断了酒 带你回来却看 早晚只在老李服侍 宋江哥哥 有何不可 代宗听了大喜道 兄弟 若得如此发心 坚一手看哥哥 又好当日做别自权 李逵真的不吃酒 早晚只在老李服侍 宋江 寸步不离 不说李逵自看去宋江 且说代宗回到下处 换了腿风呼吸 八搭马鞋 穿上姓黄衫 整了搭脖 腰里插了宣牌 换了金泽 便带里藏了书信 盘颤 挑上两个信笼 出到城外 身边取出四个假马 去两只腿上 每只各拴两个 肩上挑上两个信笼 头里念起神行法咒语来 怎见得神行法笑宴 有西江月为政 仿佛魂如驾雾 依稀好似腾云 如飞两脚荡红尘 月领登山去锦 请客采离乡镇 片石又过周城 金钱假马果通神 万里如同眼尽 当日代宗离了江州 一日行道晚 投客店安邪 解下假马 取数墨 金钱烧送了 过了一宿 次日早起来 吃了素食 离了客店 又拴上四个假马 挑起信笼 放开脚步变形 端的是耳边风雨之声 脚步点地 路上略吃些素饭 素酒 点心又走 看看日幕 代宗早些了 右头客店 速些一夜 次日起个五更 赶早凉行 拴上假马 挑上信笼又走 约行过了三二百里 已是四排十分 不见一个干净酒店 此时正是六月初旬天气 争得汗雨淋漓 满身争湿 又怕中了暑气 正饥渴之际 早望见前面树林侧首一座 傍水林湖九四 代宗拈指尖走到跟前看时 干干净净 有二十幅座头 近是红油桌凳 一带都是砍窗 代宗挑着信笼 入道里面 捡一副稳便座头 歇下信笼 解下腰里搭脖 拖下信黄山 喷口水 晾在窗栏上 代宗坐下 只见个酒宝来问道 上下 达鸡脚酒 要什么肉食下酒 或鹅猪羊牛肉 代宗道 酒便不要多 与我做口饭来吃 九宝又道 我这里卖酒卖饭 又有馒头粉汤 代宗道 我却不吃昏酒 有肾素汤下饭 九宝道 加料麻辣露豆腐如何 代宗道 最好 最好 九宝却不多时 露一碗豆腐 放两叠菜书 连筛三大碗酒来 代宗正机又渴 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 却待讨饭吃 只见天旋地转 头晕眼花 就瞪边边倒 九宝叫道 倒了 只见店里走出一个人来 怎生模样 但见 闭阔腿长腰细 代客一团和气 梁山坐眼英雄 汉地忽律猪贵 当下猪贵从里面出来 说道 且把信隆将入去 先搜纳斯身边 有剩东西 便有两个伙家 去他身上搜看 只见便带里搜出一个纸包 包着一封书 取过来地语猪头领 猪贵扯开 却是一封家书 见封笔上面写道 平安家书 百败奉上父亲大人膝下 南蔡德章 紧封朱贵便拆开 从头看了 见上面写道 见金拿的 应谣言提款诗 山东送江 兼收在劳一节 听后诗行朱贵看罢 惊得呆了 半嗓则声不得 火家正把带宗扛起来 背入杀人作坊里去开包 只见邓头边溜下搭脖 上挂着朱红绿漆宣牌 朱贵拿起来看时 上面叼着银子 倒是江州两院压劳截级带宗 朱贵看了道 且不要动手 我常听的军师所说 这江州有个神行太保带宗 是他之爱相识 莫非正是此人 如何到宋书去害宋江 这一段事却又得天性担注 宋哥哥性命不当死 撞在我手里 你那火家 且与我把解药救醒他来 问个虚实缘由 当时火家把水调了解药 浮起来灌江下去 虚语之间 只见戴宗书眉展眼 便扒起来 却见朱贵拆开家书在手里看 戴宗便叫道 你是圣人 好大胆 却把蒙汉要麻烦了我 如今又把太师府书系散开 拆毁了封皮 却该慎罪 朱贵笑道 这封鸟书打什么不紧 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闸 便又厉害 俺这里物资要和大宋皇帝 做个对头的 戴宗听了大惊 便问道 足下好汉 你却是谁 愿求大名朱贵达道 俺这里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梁山国好汉 汉地忽略朱贵的便是戴宗道 既然是梁山国头领时 定然认得吴学鸠先生 朱贵道 吴学鸠是俺大寨里军师 执掌兵权 足下如何认得他 戴宗道 他和小可之爱相识朱贵道 一文军师多曾说来 兄长莫非是江州神行太保 戴院长 戴宗道 小可便是朱贵又问道 前者宋公明断配江州 经过用寨 吴君师曾记一封书与足下 如今却盗取害宋三郎性命 戴宗又说道 宋公明和 我又是挚爱弟兄 他如今未言了反师 救他不得 我如今正要往京师寻门路救他 我如何肯害他性命 朱贵道 你不信 请看菜酒之府的来书 戴宗看了 自吃一惊 却把吴学鸠初记的书 与宋公明相会的话 并宋将在寻阳楼最后物体反师仪式 都将被细说了一遍 朱贵道 既然如此 请院长亲到山寨里 与众头领商议良策 可就宋公明姓名 朱贵慌忙叫北分立九十 管带了戴宗 便向水亭上 去着对岗放了一只号舰 想见到处 早有小喽啰摇过船来 朱贵便同戴宗 带了信隆下船 到金沙滩上岸 引致大寨 无用剑道 连忙下官迎接 见了戴宗 叙礼道 间别久矣 今日甚风吹得到此 且请到大寨里来 与众头领相见了 朱贵说起戴宗来的缘故 如今宋公明 见尖在比朝盖厅的 慌忙请戴院长坐地 被问 原和我宋三郎 吃官司 为因什么事起来 戴宗却把宋江淫反师的事 一一对朝盖等众人说了 朝盖厅罢大惊 便要骑请众头领 点了人马 下山去打江州 就取宋三郎上山 无用剑道 哥哥不可造次 江州离此间路远 军马去时 惩恐因而惹祸 打草惊蛇 道送宋公明性命 此一件事 不可力敌 只可智取 无用不裁 略施小记 只在戴院长身上 定要就宋三郎性命 朝盖道 愿闻君师妙计 无学究道 如今蔡九之府 确叉院长 宋书上东京去 讨太师回报 指这封书上 将计就计 写一封假回书 交院长回去 书上只说 叫把犯人宋江 切不可施行 便须密切差的 当人员解剖东京 问了详细 定行处决示众 断绝童谣 等他解来此间经过 我这里自差人下山躲了 此计如何 朝盖道 倘若不从这里经过 却不顾了大事 公孙圣便道 这个河南 我们自这人去远近探听 折磨从那里过 勿要等着 好歹国了 只怕不能勾他解来 朝盖道 好却是好 只是没人会写 蔡经笔记 不学究道 不用你思量心理了 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 是苏东坡 黄鲁直 米元璋 蔡太师四家字体 苏 黄 米 蔡 宋朝四绝 小生曾和冀州城里 一个秀才座相识 那人姓肖 名让 因他会写诸家字体 人都换他做圣首书生 又会使枪弄棒 五剑轮刀 无用之他写的菜经笔记 不若央吉代院长 就到他家 转到泰安州月庙里 要写到碑文 先送五十两银子在此 做安家职资 便要他来 随后却使人转了他老小上山 就叫本人入伙 如何 朝盖道 书有他写 便好歹也需用十个图书印记 无学揪又道 无用再有个相识 小生一丝量在肚里了 这人也是中原一绝 见在冀州城里居住 本身姓金 双鸣大奸 拍得好石碑文 踢得好图书 玉石印记 一回枪棒撕打 因为他叼得好玉石 人都称他做玉碧将 也把五十两银去 就转他来捐碑文 到半路上 却也如此行变 这两个人山寨里 亦有用他处朝盖道 庙哉 当日且安排严席 管代代宗 就晚些了 四日 早饭吧 凡请待院长 打完做太保模样 将了一二百两银子 拴上甲马 便下山 把船渡过金沙滩上岸 拽开脚步 奔到冀州来 每两个时辰 早到城里 询问圣守书生 萧让住处 有人指道 只在周牙东守文庙前居住 代宗敬道门守 咳嗽一声 问道 萧先生有吗 只见一个秀才 从里面出来 那人怎身模样 有诗为证 青山乌帽气冷冷 请客龙蛇笔底声 米菜苏黄能仿佛 善书圣守有名声 那萧让出到外面 见了代宗 却不认得 便问道 太保何处 有甚见教 代宗师礼罢 说道 小可是泰安州月庙里 打工太保 今为本庙重修五月楼 本周上户要刻到碑文 特地教小可 积白银五十两 做安家之资 请秀才便纳尊部 同到庙里作文则个 选定了日期 不可迟滞 萧让道 萧生只会作文及书单 别无慎用 如要立碑 还用刊字酱做代宗道 小可在有五十两白银 就要请玉碧匠金大监克食 简定了好日 万望二位 便纳尊部萧让得了五十两银子 便和戴宗同来寻请金大监 正行过文庙 只见萧让把手指道 前面那个来的 便是玉碧将金大监 戴宗抬头看时 见那人眉目不凡 资质秀丽 那人怎生模样 有失为证 奉传龙张信守生 雕捐印信更分明 人称玉碧非须欲 意愿持生第一名 当时萧让唤住金大监 叫与戴宗相见 且说泰安州月庙里 重修五月楼 众上护腰力道 非文结识之事 这太宝特地 各积五十两银子 来请我和你两个 去金大监 建了银子 心中欢喜 两个邀请戴宗 就酒色中 事故三杯 置些殊食 管戴了 戴宗就赋予金大监 五十两银子 做安家质资 又说道 阴阳人已减定了日期 请二位 今日便凡动身 萧让道 天气宣热 今日便动身 也行不多路 前面赶不上速投 只是来日起个五更 哀门出去金大监道 正是如此说 两个都约定了 来早起身 各自归家 收拾动用 萧让刘戴宗 在家速写 次日五更 金大监持了包裹行头 来和萧让 戴宗三人同行 离了冀州城里 行不过十里多路 戴宗道 二位先生慢来 不敢催逼 小可先去抱之 仲上虎来接二位 拽开部署 争先去了 这两个背着些包裹 自漫漫而行 看看走到未排时分 约莫也走过了七八十里路 只见前面一声呼哨响 山城坡下 跳出火好汉 约有四五十人 当头一个好汉 正是那清风山王挨虎 大贺一声道 你那两个是什么人 那里去 海尔们 拿这丝取血吃酒 笑让道道 小人两个 是上泰安州 客室捐闻的 又没一分财富 只有几件衣服 王挨虎喝道 俺不要你财富 衣服 只要你两个聪明人的心肝 坐下酒 笑让和金大监焦躁 以仗个人胸中本事 便挺着赶棒 敬奔王挨虎 王挨虎也挺破刀来斗两个 三人各时手中气血 约战了武器和 王挨虎转身便走 两个却带驱赶 听得山上罗声又响 左边走出云里金刚送万 右边走出摸着天度千 背后却是白面郎君 郑天寿 各带三十余人一巴上 把笑让 金大监横拖倒拽 捉头林子里来 四丑好汉道 你两个放心 我们奉着朝天王的将令 特来请你二位上山入伙 笑让道 山寨里要我们何用 我两个手无腹肌之力 只好吃饭 度千道 五君师一来与你相识 二乃之你两个无异本事 特使带宗来宅上相请 笑让 金大监都面面思去 坐声不得 当时都到汉帝忽律珠贵酒店里 相待了分立酒时 连夜换船便送上山来 到的大寨 朝盖 无用并头领众人都相见了 一面安排延喜相待 且说修菜经回书一事 殷勤二位上山入伙 动聚大意两个听了 都扯住吴学究道 我们在此趋势不防 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比 明日官司知道 必然坏了 不用道 二位贤弟不必忧心 天明时便有分晓 当夜只不吃酒些了 四日天明 只见小喽啰报道 都到了吴学究道 请二位贤弟亲自去接宝卷 消让 金大监听得半信半不信 两个下至半山 只见竖城轿子 抬着两家老小上山来 两个惊得呆了 问其背信 老小说道 你两个出门之后 只见这一行人 将着轿子来 说家长只在城外科店里 中了鼠风 快叫去老小来看救 出得诚实 不容我们下轿 直抬到这里 两家都一般说 消让听了 与金大监两个闭口无言 只得死心塌地 再回山寨入伙 安顿了两家老小 吴学究却请出来 与消让商议 写蔡经字体回书 去就送功名 金大监便道 从来雕的蔡经的诸样图书 名会自好 当时两个动手完成 安排了回书 备个言习 便送代宗启程 吩咐了背信书役 代宗辞了重头领 相别下山 小喽啰已把船只渡过金沙滩 送至朱桂酒店里 代宗取四个假马 拴在腿上 坐别朱桂 拽开脚步 登城去了 且说无用送了代宗过渡 自同重头领再回大寨沿袭 正饮酒之间 只见吴学究较生苦 不知高低 重头领问道 军师何故较苦 无用便道 你众人不知 是我这封书 到送了代宗和送功名 性命也 重头领大惊 连忙问道 军师书上却是怎的差错 吴学究道 是我一时只顾其前 不顾其后 书中有个老大脱毛 笑让便道 小生写的字体 和蔡太师字体一般 语句又不曾差 请问军师 不知那一处脱毛 金大监又道 小生雕的图书 亦无先好差错 怎的见得有脱毛处 吴学究叠两个指头 说出这个差错脱毛处 有分教 众好汉大闹江州城 顶费白龙庙 执教公努 从中逃性命 高枪林里就英雄 毕竟军师吴学究 说出怎声脱毛来 且听下回分解